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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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夏大人 你看啊 从各地已搜出的古书 有上万册 这汉林苑已经放不下了 都收了哪类的书记啊 京师子集 权在其列 这还远远不够 我们要物厌浩凡 天文 地质 阴阳 衣补 僧道等等 乃至江湖 李语 我们都要搜集齐全 那 北剧南剧 平化之流呢 无论居息 均在其列 谢大人 不过有个难题啊 什么呀 你看看啊 咱们人缘众多 虽说是人才济济 可这吃饭是个难题啊 若每餐都到御膳厅 来来回回 得耽误多少时间呢 是啊 不是这样 所有的人都到光禄寺进食 外地来的 也都住在寺里 好 这是个办法 好 众位爱卿 朕近日看来 进城的折子不多呀 记得先帝在史 曾日月奏折四百 日批奏折两百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 沿路畅通 禁言者众 孤儿成就了一代 开国帝君的 丰功为业 朕登基以来 一直以天下苍生为念 孤儿 以期盼各位爱卿 无论何时何地 时有 见言善语 皇上 微臣有话要说 谢爱卿请讲 谢皇上 臣门商汤 从严改过 而成三代圣王 唐太宗 从见如流 而至真王之志 广开沿路 从见如流 方能成一代尾业 微臣以为 只要皇上下诏 研制各路官员 上书研事 且是研之荡否 而定奖励 沿路拥塞 自会改变 嗯 其爱卿所言极是 俗话说 一个好汉 三个邦 众人石柴火焰高 朕 以一人 而处天下之事 所见所闻 所思所虑 不可周全 过而 朝中大臣 君要主动 上书 研事 不可懈怠 皇上胜利 只属臣子本分 身居高位 而无片言之语 不是师位 所参马 皇上不必有虑 只要照出一下 研路顿可大开 嗯 好 朕 即刻拟址 天都要亮了 快睡会儿吧 好 写完了 你不是在写永乐大典吗 怎么又写起奏折来了 哎 皇上今天下诏 要求大臣上书研事 我就写了这么一个 见管束是患者 哎呦 天哪 你知道那些宦官是什么人吗 你不要命了 他们是皇上的家奴啊 你 不行不行 你 你这次不要上这个折子 哎 这脸你别担心了 哎呀 你就听为妻这一次吧 好 你先去睡吧 嗯 嗯 好你个谢晋 手伸得也太长了吧 都管到朕的深宫内院来了 你是如此爱出风头 就不怕弹打出头鸟 好啊 据安插在父皇身边的宦官传出话来 切尽揍了一本管书宦官的折子 这小的真是不要命 管到皇帝老子家里来了 那这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啊 据说明日父皇要派宦官出宫 找几位资厌的月女进宫唱戏 只要明日五十被仙女给撞见 这好戏就开始了 这天赐良机 天赐良机啊 青姐兄 这编准大典非一日之功 五十一到 快回家吃饭吧 我这儿啊 青姐母也说了 那你赶紧回去吧 走 快走 快走 来 这皇上不是说要霸月霸戏了吗 哦 肯定是那个燕焕擅自做出将风里带几屋呢 这个咱们被管管 这个咱们被管管 我昨天才向皇上递了一个管束示范的折子呀 公众之事 我们不管为好 整肃朝纲是我们为臣子的本分呀 哦 我这看着他们不管 那奏折不成废纸一张了吗 哎 公公请留步 这位公公 问一句 这些月女是给哪位主子请的呀 哟 这事谢点人也管呐 奴才不想告诉你 你管不着 哼 你算老几 好好好 皇上可说了 霸月霸戏 皇上说什么我不管 主子让我去请我就去请 关你屁事啊 这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啊 你还敢骂人 就骂你 就骂你 矮在一肚子拐 来 咱们走 别理他 好你个烟焕 竟敢辱骂朝廷的命官 看我怎么收拾你 看你个狗官不也骂人吗 犹如斯文 看哪天 过在皇上面前揍你一本 咱俩还不知道谁说谁 你这 算了 算了 如此换官 我 如此嚣张 一个换官 我一定要给皇上揍一本 好 皇上 奴才来迟了 都是谢静他横插一杠子 多管闲事 居然以霸月霸戏为借口 阻挠我们进宫 管起皇上的事来了 你让谢静看见了 是 奴才该死 父皇 谢静他不过就是个奴才 有什么可怕的 住嘴 你懂什么 朕乃一国之君 惊口预言 预言祭出 四马难追 说一套 做一套 岂不让朕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还不长嘴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奴才做了 父皇 谢静党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奴才做了 奴才做了 行了 让咱们都下去 是 下去下去下去 父皇 那谢静他 嗯 谢静不要管这些事 你也不要往这里掺放 去吧 还是知道了 请谢大人沈月 放这吧 好 拿回去重录 是 哎 慢着 把宦官 列为第一条 把宦官的所作所为和危害 都笔录清楚 是 皇上 您说 您说奴才多冤枉啊 他谢静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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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完没了 现个长舌妇 你听着 岳女之事 谢静 我要多管 高绪也不要掺和 你 更不要再提此事 是 奴才多嘴了 不过 你刚才有句话 都是顺和正义 奴才愚钝 不知道哪句话说到皇上心里去了 解禁 非等贤之辈 对他万不可掉以轻心啊 皇上英明 皇上请放心 我一定严密监视这个谢矮子的一举一动 不 传阵口谕 让礼部准备一箱白银 一箱绸缎 明日早朝之后 朕要率领朝中重臣前去谢府 给他谢矮子赔礼 不明白 这其中的奥秘 其实你这个奴才能看明白的 是 好了 现在回去 起驾回宫 听着 晚膳之后 宣高绪到御书房 陪朕下棋 奴才遵旨 慢着 干嘛去呀这是 我有钥匙要见皇上 那还得等会儿啊 让我通病一声 好 启禀皇上 谢大学士求见 他还闹上门来了 好了 把鸡收起来 是 不要让他看见 高绪啊 你也回避一下 是 进去吧 臣妾进 见过皇上 谢庆 朕一下令 撤去月女了 你还有什么事 这么急啊 皇上 微臣 这可不是多管闲事 是按照皇上旨意行事 宦官竟敢辱骂 朝中大臣 难道不该管束管束吗 管得对 管得好 你写的折子 朕已经看过了 写得很好 袁花 我在 还不赶快 向谢大人认错 是 奴才在这儿给您赔罪了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小人我再也不敢了 好了 都起来吧 是 谢皇上 皇上 臣记得 先帝在朝时就曾告诫 宦官只为家奴 供使唤 撒扫奔走 使其做耳目 则耳目坏 使其做心腹 则心腹病啊 皇上 之所以 宦官今天敢如此行事 微臣以为 是皇上之故 习近啊 刚才那燕焕不是向你认错了吗 皇上 微臣有些话怕被皇上不公 不敢讲啊 好 恕你无罪 说吧 皇上 说远的 秦朝宦官赵高 竟然在大殿之上 当着皇帝的面 指鹿为马 假传一诏 另立昏君 使秦二世即亡 令天下的人 为之恶万 说近的 宋朝的宦官 同贯 与奸相蔡金 狼狈为奸 祸患朝纲达二十年之久 至今思来 仍为天下人孝 故古人有言 君子之道 必则访语 是患之祸 可不戒在 微臣以为 皇上乃英明之主 身谋远虑 历说历行 勤政于上 历行于下 断不会 因为这宦官费了大意 因为月女费了欲言 孰情孰众 皇上 颠儿良知 臣有罪无罪 皇上处之 爱卿 你所言 皆为治理 这家奴管束不严 是朕的过错 今后 谁要敢再犯 朕定斩不饶 该死的奴才 滚 是 统统滚出去 是 臣深夜惊扰皇上 罪该万死 好了好了 起来吧 谢爱卿 也耗了半天了 朕也有些累了 臣告退 父皇 嗯 难道明天 一定要到谢金那儿 去登门认错 要去 朕就是要给天下人 树里一个榜呀 这又何必 太给他掌了呀 真 朕就是要给天下人 树立 朕的榜样 也要给天下人 树立 谢金的榜样 盛名之下 日子可并不好过呀 时日一长 他谢尽 自然会把他的尾巴露出来 送给朕来采 哈哈哈哈 圣恩荣宠 彭壁升辉 臣妾谢吴皇万岁万万岁 谢亲 今日朕率领朝中重臣 给你登门认错 来啊 打开箱子 众情都看着 这 这是 朕给 觐见有功的汉林院 试读学士 兼幼春坊大学士 谢进的奖赏 今后 凡臣民 觐见有善言者 君给奖励 谢大学士就是榜样 皇上 臣 谢亲 你入世前 曾登信是吧 入世后 又登信元宝 朕 希望你要 好自为之 皇上 这不是为难臣吗 哈哈哈哈 恭送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上 众位爱卿都平身吧 谢皇上 朕十分挂念永乐大典的边转进城 今日特地前来看望众京 此次功臣浩大 各位有什么难处尽管提出来 看看朕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谢爱卿 臣在 边转永乐大典的那些资料都背齐了吗 回皇上 京史一类的书籍基本上齐全了 子籍呢上去很多 皇上请里边说话 好 皇上请 好啊 细文 谢亲啊 臣在 农书医书 还有那些民间杂书准备的怎么样了 回皇上 此类杂书皇家此前从未撰书过 今次收集的确很难 嗯 你们 几位边修都给我听好了 朕 边永乐大典 要的就是全 多 便 雅 四个字 也就是说 越全越好 越多越好 越方便越好 越雅越好 臣尊旨 这是墨乡啊 好乡啊 皇上 没有我大名汉墨乡 哪来大典万古船呢 啊 嗯 香 哈哈哈哈 好啊 哦 这么多的笔啊 啊 皇上 此次转修永乐大典 学士书里达三千多人 一人一支笔 便是三千多支啊 谢亲啊 你这就等于 统领了一支 三千大军了 啊 一支摇着笔杆子 齐承于文坛之上的大军啊 哈哈哈哈 啊 哎呀 维闻者 能参与此盛事 那是何等荣耀啊 啊 哈哈 自三皇五帝 几千年来 这可是头一回啊 嗯 臣等日夜劳作 不敢有丝毫松懈 还请皇上放心 嗯 好 不过 这百家之书不齐 你这个 永乐大典的主传修 得想个办法才是啊 微臣以为 要编百代未有之书 当用百代未有之法 百代未有之法 正是 嗯 说说看 是皇上 以往皇家编书 仅是在皇家书库里 搬来搬去 抄来抄去 用的全是皇家的藏书 而臣以为 此次编书 因广用天下所存之书 若是眼睛 还只紧紧盯着 皇家的藏书的话 断然不会变出什么济世宏伟的剧作来 嗯 说得好 记着说 孤臣以为 按照皇上所提 权 多 辩 雅之要求 这百代未有之法 应是广搜 广收 广界 广路 斥令各州府县 广搜民间之书 朝廷派银 以释驾取之 此名一页 书香门第 光患人家 或是 依补 勘于释迦 有书不受者 可以斥令借来 抄路之后 完毕奉还 此为二页 僧道四贯 依斥令他们 及时将副本 送达汉林院 以共抄路 此为三页 三落民间 年代久远 且价值巨大的 臣以为 一派官员访巡 此四页 皇上若是应准 微臣愿 亲自下民间 一寻 嗯 好 这几条 朕都准了 好 王大人 臣在 明日 既你旨下党 臣遵旨 亲爱卿啊 朕 正有此意 去江南巡视 这样吧 你准备准备 随朕同行 臣遵旨 这汉林院编撰之事 我爱卿 我爱卿 就赞有 你们二位同龄 臣遵旨 亲爱卿 此次猪游 你有何打算 臣以为 除搜集奇书之外 还要找懂得奇书的人才 人才 说得好 亲可有人选吗 臣有一人选 此人绝对能担当重任 好 是谁啊 快说 就是早年集水限令 臣的恩师 沈氏行 沈氏行 他再朝再也 臣父亲赶考时 他便告老还乡了 老人家现已年过古稀 古稀老人 那朕怎么行闻呢 老人家养生有数 身心旺健 只是怕请不到他呀 那朕亲下御旨 还能请他过来 皇上 御旨诏令 谁还敢不来呀 怎奈老先生性格孤傲 价值年事已高 如不应召 怎奈他何 即便强行令他进京 那又于事何意 哎呀 那依亲之见 臣以为 皇上可不可以 李贤下士 御驾亲法 是为历代明君之饭局呀 好 如今天下安定 四海生平 朕早有出游之意 如果此次能防请沈先生 又可视察民情 而且还可以看看江南春色 如果能寻得其书 岂不是一举多得呀 皇上说的是 不知道皇上此行 准备带多少人吗 哎 何必兴师动众 劳民伤财 朕 与卿 微服出行 岂不自由 好 臣遵旨 木马兄 因为你对江西的地理很熟悉 还有一身的好武艺 所以皇上应准你随同试驾 可是你得小心谨慎 不可乱说话 谢大人 我知道 对了 你说咱们这次走 是从水路走 还是走汉路跑 天老爹 这水路可千万走不走 为什么 江西啊 正与上百年少见的浮汉 赶江水浅 怕这儿无事 百年的浮汉 对呀 好啊 咱们呀 就走水路 走水路 咱们呀 朕管你走齐 多用迂回战术 厉害 实在是厉害啊 皇上过瘀了 歇尽乃一介收拾 既敢在皇上面前猛冲直进 不得已只得迂回对应 求险胜而已 险胜 好一个险胜而已啊 怎么回事啊 大姐爷咱们的船搁浅了 怎么会搁浅了 哎呀 真是难以想象 贯穿南北的干江 竟会预设成这个样子 稻田无法灌溉 土地军裂 河苗枯死 颗粒无收 家中无粮 百姓如何度日啊 那当地的牙丝 怎么不派人疏通啊 谈何容易啊 上面疏通 下游又堵了 而且疏通河道 那是非常浩大的一项工程 几是一周一府能办得了的呀 哎 记得江西府曾有请求 疏离干江的奏章 为朕割职未发 今天反倒是朕亲受起害了 来人 在 传职公布 令他们一个月之内疏离干江 不得有误 谢进 谢主荣恩 哼 你还谢什么恩呢 朕令你安排好出游的路线 你倒把朕带到这里来受服 你可知罪 臣知罪 但是江西百姓能受贿于皇上 臣万死而无一回 臣请皇上赐罪 哼 西进啊 你以为朕不明白你用你的迂回战术 来对付朕 是不是 好了好了 起来 白七 皇上 我看这一时半会儿 这雨是停不了了 那咱们就 再等会儿 皇上 这 这身上还真有点冷啊 谢爱卿啊 咱们还能继续走吗 皇上 这肯定不行 您身体不适 再说了 还有几十里的山路要走 道路迷命 很不好走啊 我等陪皇上出来 不可不留心呢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在前面不远 有一个月来客栈 我每次出京入京 都在那儿住 咱们先住下 然后再做道理 你早说呀 快走 走走走 走 贵人昭风雨啊 老板这是大福大贵之人啊 今年可是百年未遇的福汉 脱老板的红服 下了这么一大场急时雨 这会儿呀 百姓可有救啊 好好好 有劳先生 你先回去 好好好 有什么事 来招呼一下 好 皇上 喝碗姜汤 喝碗姜汤 去去秋寒吧 啊 皇上 您看要不要再紧了郎中啊 不用了 留两天就好吧 谢谢 只是我们请你老师沈先生的事 你看 皇上 皇上 您先别急 您歇息些时日再说 您不是说 永乐大典 一定要广泛搜集 民间有用之奇书吗 刚好 微臣听说 有一部勘于奇书 就在这一带 微臣想去找一找 啊 太亲啊 你是时时不忘重托呀 好 那 就只有辛苦你了 路上要当心 早去早回 谢谢皇上 那微臣就先告退了 好 你去吧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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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师 学生谢尽 见过恩师 起来起来 你是朝廷命官了 不必拘礼 这位是 这位是学生的朋友 朱老板 一起来拜访恩师的 老先生 有礼了 不必拘礼 里边请 请 请 化汉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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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了 赶快给皇上送去 今年江西免税粮 臣代江西父老谢主隆恩